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创新进行时 待您揭秘 抓老鼠背后的创新故事 这是一段监控录像 一只老鼠溜进家住河北的王女士家里 只见她送身一跃 挑到灶台上偷吃 家里闹起了鼠患 这让王女士苦恼不已 她进厨房在你的案板上呀 灶台上呀 拉屎呀 分辫呀什么的 是挺恶心的 为了抓住老鼠 王女士在厨房布置了很多沾属板 可没想到 偷吃完的老鼠 竟然以沾属板之间的无交缝隙为跳板 溜之大吉 其实不止王女士家 这个小区几乎家家户户 都遭受着老鼠的侵扰 为了解决小区的鼠患 有害生物防治工程师张鑫中 一直在寻找安全高效的办法 过去为了解决鼠患问题 很多小区会采用一个方法 鼠耳栈 鼠耳栈是盛放灭鼠药的器皿 上面的顶棚可以防止老鼠药被雨水打湿 两边的通道则方便老鼠进去吃药 根据老鼠的密度 这个小区中每隔15米 就能看到这样一个陶瓷鼠耳栈 但是这种半开放式的鼠耳栈 却给小区居民带来了很多潜在风险 2012年 杭州一名女孩 因为误食小区老鼠药 而被家长紧急送医 2016年 南京一小区投放老鼠药 两岁女童当糖豆物时 险些丧命 2018年 厦门一名小孩 把色泽鲜艳的老鼠药 当成了食物 差点造成生命危险 然后你看像这种 有一个破碎的 像这种鼠药 就是说被小孩子拿走玩 或者说是被小动物取食 像这种都是非常危险的 社会上曾发生过多起 小孩因为误食小区投放的老鼠药 而酿成悲剧的真实案例 室外大面积灭属 通常使用这种鼠耳栈 但是鼠耳栈存在的安全隐患 让小区物业难以放心的 大范围布放 让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的是 老鼠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通常一只老鼠怀孕三周就能产载 每胎平均可以生八只 仅一对老鼠 一年后就可以有上千只后代 现在解决小区的鼠患问题 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和研发团队商讨后 张欣忠决定对鼠耳栈进行升级 为了防止鼠耳栈破碎 它将溢碎的陶瓷 变为可塑性更强 更为坚固的塑料材质 同时为了防止鼠耳栈中的 老鼠药外露 它们加强了核子的密闭性 只有通过专用的钥匙 才能打开鼠耳栈 核似的无障碍通道 可以确保老鼠顺利进入 鼠耳栈吃药 加装的盖子则有效避免了 小孩和宠物的务实 解决了安全问题 物业在小区里不同地方 放置了上百个新型鼠耳栈 一个月后 小区的鼠患情况 得到了一些改善 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了 这个小区有上百个鼠耳栈 需要两名工作人员 半个月检查一次 根据鼠耳栈中 鼠耳的消耗情况 进行补药 因为布置的设备数量比较大 设备数量大的话 足够检查 它这个效率是非常的低 效率低的原因是 室外环境复杂 不同区域老鼠的密度不同 对鼠耳的消耗量也不同 有的地方老鼠多 不到半个月 鼠耳就吃光了 造成鼠耳栈失效 有的地方老鼠少 半个月过去 鼠耳没怎么消耗 鼠耳栈无需补药 大范围无差别的检查 使得工作人员效率低下 时间一长 还容易出现漏检 重复检查的现象 这种情况下 研发团队中有人提出 如果能精准定位老鼠去过的 鼠耳栈 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检查 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如何知道老鼠是否去过呢 对此 工程师张欣忠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我们现在就是利用 物联网的一个手段 让我们的设备进行一个升级 物联网是指通过传感器 采集所需监控物体的各种信息 并通过网络的接入 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感知 识别和管理 利用物联网技术 可以将手机和鼠耳栈 进行智能绑定 那么工作人员 在不打开盒子的情况下 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 老鼠是否去过树耳栈吃鼠药 如何才能知道 老鼠有没有见过树耳栈呢 张欣忠在老鼠进入盒子的 必经之路上 加装了一个对射式 红外传感器 正常状态下 传感器的发射端 会发射一条红外射线 另一侧的接收端 会对应接收 如果老鼠从中间经过 红外射线被遮挡 传感器就会发出报警信息 将老鼠出没的信息 实时发送到工作人员的 电脑和手机上 经过反复的推敲设计 以物联网架构 智能树耳栈的设计工作 终于完成 但是 他到底能否准确监测到 老鼠的行踪呢 为了检验效果 研发团队开始了现场测试 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 工作人员虽然在手机上 收到了报警信息 但到现场后 他却无法判断 是哪个核子报的警 原来在整个小区 有上百个数二站 这些核子在外观上一模一样 要想找出报警核子的位置 每个核子 必须有独特的编号和定位 以前考虑过GPS 这种传统的定位方式 但是我们结合我们的 一个应用场景发现 GPS并不是特别的合适 一个是GPS 它的体积比较大 价格也比较高 如何在节约成本的同时 做到准确定位 就在研发工作即将陷入僵局时 以此和物业的接触 启发了张欣忠 这是一张目标小区的平面图 张欣忠将小区的平面图 上传到电脑上 系统中 它为每个数二站 分别编定了一个独特的编号 而盒子的位置 则与现实中 数二站的实际位置 一一对应 没有老鼠进入时 数二站显示蓝色 老鼠一旦去数二站中偷吃 蓝色标时 便会自动变为警戒的红色 利用小区的电子版平面图 可以精准锁定小区中 抱紧盒子的位置 解决了定位问题 工作人员不仅可以在手机上知晓 老鼠是否到过数二站 同时还能精准地找到 抱紧数二站的位置 大大提高了灭鼠工作的效率 但是 让张心中没想到的是 在智能数二站投放使用两个月后 有工作人员反应 有一块区域的设备 经常呈现离线状态 这些使用没多久的设备 为何会失联呢 我最开始的反应就是 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 但是看到它出现问题的位置 比较集中 然后我考虑了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的设备 是不是被破坏了 在工作人员更换新设备后 这块区域还是无法被监测到 设备的长期失联 导致该区域的老鼠活动 十分猖獗 为了找到答案 张心中决定去现场进行探查 经过探查 他发现 失联的智能数二站 位于小区地下室 这里墙体布局十分复杂 本来正常状态下 老鼠进入数二站后 数二站内的通信芯片 会将报警信息发送出去 但现在地下室层层叠叠的墙体 阻隔了传输信号的发送 地下潮湿隐蔽 这种环境 本来就容易滋生老鼠 如果智能数二站 在地下区域无法工作 以物联网构架智能数二站 从而达到科学控鼠的计划 将成为一纸空谈 张欣忠和他的团队 能否解决这个难题呢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为了解决小区的数换问题 工程师们设计了 物联网智能数二站来灭属 但在一些地下室 由于墙体阻隔 数二站经常没有信号而失联 一处生活中不经意发现的细节 为张欣忠带来了新的灵感 当时呢 说来也巧 就是我们正好有个基础人员在给我打电话 我突然就一想 为什么我们的电话有信号 电话信号 可以穿透地下室墙壁的阻隔 成功连线接通 这让工程师张欣忠有了新的想法 既然手机能通信 那么我这个设备不能通信 我是不是可以采用 我手机的通信方式来代替一下呢 在此之前 智能数二站是通过一种远距离的 无线通信装置 与工作人员的手机连接 张欣忠和研发人员决定 对地下设备的通信方式进行升级 在这个正方形的小方块中 搭载一种通信系统 这种通信方式 采用与手机相似的蜂窝网络 相比之前的通信方式 它的信号穿透力更强 覆盖范围更广 最终 这种新型的通信方式 使小区地下室 重新纳入了监测范围 地下使用新型的通信设备 地上因为环境空旷 继续沿用之前的产品 两者紧密搭配 可以覆盖监测到整个小区 但是就在张欣忠以为 智能数二站已成功搭建时 新的状况又发生了 一天 工作人员接到一个数二站的 报警信息 但是到现场查看后 他发现数二站中的药物 并没有减少 接着许多盒子 都发生了类似的误报 那么这样一个错误的上报数据 就会对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产生一个影响 就是一个错误的讯息 可能引起我们一个 大数据的一个连锁反应 没有老鼠经过 却无端报警 这样一来 智能数二站 不仅不能实现智能防控 反而由于信息错乱 干扰了正常的监测 为什么设备会出现误报 通过分析 张欣忠发现 这些误报的数二站中 有一个共同点 比如说一些个意外飘落的树叶 从外线来检测老鼠是否来过盒子 但现在这些杂物的遮挡 同样会处罚盒子的报警 错误的信息上报 导致小区的灭属工作变得十分混乱 错误的一个信息上报 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首先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知道 这个地方属情的一个真实情况 在治理方面 我们就可能采取一些个 有备于真实的一个管制措施 如何将老鼠和树叶等 进行有效区分 张欣忠和研发团队陷入了困境 就在他们觉得无计可施时 一次加班后 去车棚推车的偶然发现 给了他创新的灵感 但是平时也没有太注意 但是那天 我一直在思考那种 传感器的问题 但是我恰恰走到那里 那灯突然亮了 室外环境下 车棚灯周围有许多杂物 但只有人经过时 才会触发感应开关 为什么只有人经过灯才亮 首次启发 张欣忠查阅了车棚灯感应原理 原来车棚灯运用了热试电 红外感应开关 在自然界 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 都会产生红外能量 不同温度的物体 释放的红外能量 波长也不同 人体体温在37摄氏度左右 与周围环境温度存在差别 当热试电红外传感器 捕捉到人体发出的红外线 就会触发开关 所以张欣忠靠近时 车棚灯会自动亮起 后来我们了解到 老鼠也会有这样一个 发出红外波长的一个特性 所有的活动生物 几乎都会有这种 发出红外线的一种特征 利用动物发出的红外线 可以将老鼠和树叶等 进行有效区分 经过反复商讨 张欣忠和团队对书尔站 再次进行了升级 当老鼠经过书尔站时 这个突出的热试电红外传感器 可以捕捉到老鼠发出的红外线 从而发出警报 有效解决了 书尔站的误报问题 改装后的智能书尔站 能否经受住现实的考验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树叶等会引发书尔站误报 改装后的热试电红外传感器 有效解决了误报难题 从构思到反复推演 再到付诸实践 在有害生物防止人员 工程师 研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这个小区的鼠患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 利用物联网搭建的智能书尔站 也被应用到了越来越多的场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